这个是非问 什么是非问 我不是说什么东西吗 这个是非问 各位观众老爷 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韩国校园悬疑句 至上之法第十二章的故事 上章我们讲到 法学院学生实习到敌人内部反侦查 不料发现了上司竟是陈检察官 同时 小江意外发现妈妈还在帮继父做事 小美案件开庭 梁教授生动的讲解 捉住了陪审团的心 也让审判庭感受到压力 这时 小学之前曾经控诉陈检察官泄露 被移事实的案件也已经被受理 看到新闻的李满浩找到高议员进行报复 而恰巧看见的梁教授 也在一旁怂恿李满浩 这章我们继续讲到 杨教授从看守所犯人手里 获得了徐教授杀人案的关键证据 小徐前往高议员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却被律所直接辞退 并以作伪证为诱饵 承诺小徐司法考试后 就会录取小徐 小航和小胖 被分到陈检察官手下进行实习 小帅却中了陈检察官挑拨离间之计 看来 这实习之路并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小胖能够顺利实习 金教授主动将自己准备的立法法案转赠给了高议员 并建议高议员召开新闻发布会 帮助坏爸妈案件获得有力判决 小美案件同天开庭 首次担任辩护人的梁教授 凭借过硬实力和个人魅力 俘获了陪审员的好感 休庭期间 被刺激的李满浩赶来法院 对背信弃义的高议员进行报复 却被梁教授撞见 知道李满浩不想再进监狱的梁教授 故意怂恿他杀了高议员 并故意拍下照片 梁教授这招真绝 李满浩出于害怕逃了出去 刚刚赶到 目睹这一场景的小韩紧跟着追了出去 李满浩不慎跌倒 小韩一把抓下李满浩的鞋进行比对 发现李满浩的鞋子和获取的证据 拖鞋尺码相同 并向李满浩展示了自己舅舅丢失的那只钢笔 而钢笔上居然还带有针孔摄像头 里面竟然记录着案发当天徐教授会客的视频 慌张的李满浩马上选择了离开 小韩则提醒他 不久之后我们将会带警局再相见 这只钢笔拍下的内容 在之后又会先机怎样的骇浪 好家伙 一只小小的钢笔竟然暗藏玄机 看来离真相不远了 另一边梁教授向高议员 询问是否伪造了儿子会出现半身麻痹的鉴定 高议员则恬不知耻地直接承认造假 并让梁教授乖乖认罪 对于更严重的刑罚 小帅在外面调查小美递手机接受信息的时间 而他的老婆准备要出庭作证 小美庭审现场上 刑警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 因为案发当天 小韩之身一人陪在小美身边 被刑警误认为两人正在交往 梁教授向陪审团展示了小美被殴打的照片 指出了小美在受伤期间 只有高议员的儿子陪在小美身边 并出示了通讯证据 而检方则利用没有施暴画面的漏洞 扬言小美并不是加害者 而是小美的监护人 并从出具伤情鉴定的证人口中 也得到了也不认为小美男友就是加害者的有利证词 这检方的说辞也是咄咄逼人 小帅老婆出庭作证 从伤情鉴定认为小美受到了性暴力虐待 但是陈检察官质疑伤情的由来 认定两人只是追求刺激 导致同样的伤情 这陈检察官真是离谱 这样的话都说得出 听不下去的梁教授 直接一口水喷到了陈检察官的身上 而同天进行审判的坏爸妈案件的审判席上 金教授作为法律学者出庭作证 并指出负责高议员儿子案件的代表律师 就在几天前因为舆论的压力而支付了抚养费 此言一出 记者们将注意力纷纷转移到了小美的案件上 哇 金教授这招真是高啊 而高议员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 崔记者因为小徐事先告知 也成功地拿到了独家新闻 小美案件审判继续 小韩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并提供了休息室摄像头中看到小美收到影片并晕倒的监控录像 陈检察官则指出 通过这个影片无法判断是受到偷拍影片而导致小美出现的惊吓 随后 检察官询问了小韩当天的情况 借助提问 并刻画了两人以及交往的事实 而老辣的检察官同样根据这个影片 编造了小韩威胁小美给梁教授作伪证 小美在收到教授短信后收到惊吓的虚假故事 并质疑梁教授担任特别辩护人 是因为童小美做了交易 要求小美为自己做不在场的证明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小江的妈妈借口要上厕所 因而换得了休庭的机会 陈检察官找到小韩 小韩劝说陈检察官帮忙抓住凶手 并将自己找到的证据说了出来 但是 陈检察官依旧在为其他的证据开脱 坚持自己的意见 如此的行为 让小韩对成为检察官这一信念出现了动摇 小冷赶到法院 找到了对小美案件有利的判例 在电梯中 两人说起了抄袭事件 梁教授告诉小冷自己有铁证 只是那个人并不想公开 这话让小冷愣住了 此时 高议员打电话给金教授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认为他故意毁了自己的发布会 并让律师代表滚出自己儿子的审判厅 高议员约金教授吃饭 从两人的对话得知 原来 当年高议员推进的李满号法案 也是出自于金教授之手 而且两人一直都有很深的合作关系 看来 李满号和金教授之间的仇恨 已经结下很久了 可金教授和高议员之间 在合作什么 小帅在厕所遇到小韩 让他转告梁教授 自己已经知道了 小美具体看到视频的时间 并将自己的调查报告 同步转交给了负责的检察官 在小美接受问询的过程中 高议员的儿子突然出现 承受不了的小美想要逃离审判厅 小美男友虚情假意的关切发言 随后假装晕了过去 引起审判厅一阵骚乱 而与此同时 小徐为了拉拢崔记者帮忙出庭作证 将梁教授提供的李满号和高议员的照片 作为独家新闻给了崔记者 此时 几经崩溃的小美丧失了斗志 梁教授决定中断自己的辩护 让小美自己为自己进行辩护 随后 梁教授像自己的刑法课一样 对小美展开了提问 将当庭的案件换成课堂讨论的问题 梁教授将小美从案件的本身抽离出来 询问本案的争议点是什么 检方的主张存在什么问题 检方认定不偷拍的理由是什么 而小美也在教授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中 逐渐退去了懦弱 勇敢地为自己辩护 不得不说 梁教授是位好老师 看来小美这回要绝地反击了 小美开始向陪审员讲述自己的遭遇 小美直言 当自己知道男友要散播影片的时候 当时真的想用自己的高跟鞋杀了她 而她之所以没有报警 是因为把自己遭受爱人性暴力的情况 亲口说出来会比死还难受 听完小美帝描述 梁教授询问小美如果作为法官应该如何判决 小美想起以前遭受暴力的种种情况 笃定的小美也给出了内心最坚定的回答 为了在被散播性关系视频的可怕情况中保护自己 是为了防卫现在的不当侵害的行为 将会被判为正当的防卫 小孩让小胖将之前梁教授找到的视频证据交给了陈检察官 画面中清晰地记录着小美和男友争夺手机的现场画面 检察官也认定了高议员儿子存在散播影片的行为 却不认为构成了小美帝正当防卫 并向陪审员展示了影片 认为当时手机掉了 侵害已经停止 但是小美仍然踢了被害者 因此不构成正当防卫 看来在法律面前 还是没有人情可讲的 而小美则表示 是怕男友继续剪辑手机散播影片 才出手踢伤男友的 评审途中 小冷跟随父亲走出审判庭 询问是否是父亲作证证明自己抄袭 教授一言不发地离开 听到父女俩谈话的小韩告诉小冷 教授口中说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因为这篇论文是自己和舅舅一起准备的 案件审理结束 等待陪审员合议审判结果 担心小心安全的小江 通过监控摄像头查看家附近的动静 意外地看到了李满浩带着之前 碰到的混混出现在的画面中 原来白天李满浩在法院逃跑后去寻找证物 却发现证物已经不翼而飞 便找到了之前的街头人 而另一边陈检察官在法庭外遇到小徐 陈检察官告诉小徐 你现在所看到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难道小徐知道些什么 此时梁教授庭审结束 回到宿舍后并和监控中心确认李满浩的位置 得知李满浩一直在家中 画面一转 本应出现在家中的李满浩却突然出现在了教授家里 并扬言要杀了教授 以上就是至上至法第十二章的内容了 从现有的线索来看 可以确认李满浩就是杀害徐教授的真凶 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杀害徐教授的呢 而关于小冷抄袭论文仪式来说 又隐藏着什么 陈检察官和小徐又达成了什么协议 还有许多谜还未揭晓 看来 剧情仍在继续反转 从下章预告来看 小美案件庭审结束 等待合议结果 小韩意外发现李满浩并不在家中 此时的李满浩已经潜入梁教授家中 意图杀害梁教授 面对这意外的突发 梁教授又该如何做 梁教授是否能摆脱危险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 我们下期再见 ��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